大家好 我这一棵长寿花准备要凋谢了 所以要提前一点给它做修剪 不要给它过度的浪费营养 因为现在是春季 所以我们给它提前修剪的话 可以让它提前长一些新芽出来 如果给它开得太久 那么它浪费的营养过多 就会影响到它长新芽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给它做处理 我们给它做修剪的话 一般都是把花杆的底下 第一堆叶片将它修剪掉 这一点非常简单 我们将它修剪完成之后 接下来一定要给它做一次杀菌处理 用这种带生冷心对上清水 一比一千给它喷湿一次整个植株 如果有夜斑病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点特效药 比如说像这种乙座多菌磷 它的效果会好一点 给它喷湿两到三次 大概五天给它喷一次 先治好它的病 接下来这几天 它还不会长一些新芽出来 所以说我们最好给它使用 两到三次这种快速生根粉 让它没长新芽这段时间 把它的根系养壮 那么根强壮了 它长出来的新芽才会更加的粗壮 如果更不强壮的话 我们后期给它吃再多的肥 也不会起到太大的效果 反而会容易引起肥害 当然了我们除了用这种快速生根粉之外 还要给它及时的补充一些有机肥 我给它使用有机肥的话 使用的是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 它在生长期使用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的蛋元素含量 比其它有机肥还要高 我们只是要在这个盆的表面浅埋上 一小抓就够了 不需要太多 因为它的肥效好 多的话容易烧根 如果说我们需要给它换盆的话 先不要给它补充这些有机肥 直接给它使用肤粉就可以了 使用两次肤粉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控水 把这个土壤控干一点 就给它换盆换土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给长寿花修剪之后 该如何正确的处理 好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